四季海外環球置業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四季海外環球置業的Anita 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 去到一個樓盤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 即是說去到一個樓盤的時候 你需要提出什麼呢 可以從五點去分析 第一點 去到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它的周邊環境 周邊環境其實都很重要 究竟你下車那一刻 看上去旁邊究竟它是寸草不生 還是說它是背山面海呢 或者附近它有沒有一些大型的基建 例如一些大型的商場 或者它的汽車總鑑 交通配套又是怎樣呢 這個都需要去了解 至於第二點 要看的就是區域圖 區域圖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不是說很簡單 只是看一下樓盤 只在這個位置就完結了 其實都要詳細去了解 它旁邊的配套環境的設施 例如它附近有沒有學校 它是不是一個區房 或者附近有沒有醫院 附近有沒有大型的商圈 就是有沒有一些大型的商場 街市 當然最重要的 就要看一下它的交通 交通其實兩個交通途徑一定要了解 第一就是港珠澳大橋 在你賣那個樓盤的附近 究竟近不近這個港珠澳大橋 或者是搭多久的車程可以去到 除了港珠澳大橋 第二個交通道路要看的 就是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就是深圳和中山 中間是一個交通的基建 有條橋的車程 起好之後 其實由深圳的前奈 去到中山的馬康島 其實都是20分鐘的車程 所以這邊的交通設施都需要注意 所以究竟車程過得多久 這個都很重要的 第三點 就是沙館 沙館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個實體的模型 這個模型裡面 你就會看到樓盤究竟有多少座在這裡 座向看著什麼環境 例如你會看到 例如這兩座是看著泳池 這兩座看著公園 這兩座看著山景 這個都很重要的 因為你買的時候 例如你買哪個單位 看著什麼環境都很重要 當然整個小區裡面的配套 你都要了解一下 變成沙館裡面 你就會看到整個模型套 就會看到所有環境一目瞭然 第四點就是看這個示範單位 其實去到示範單位的時候 亦都建議手撿一張戶型圖 變成你拿著戶型圖在手 你就會可以看清楚 究竟多少房 幾大一個size 或者一個潮向 東南西北的方向 當然啦 其實最重要 例如你去看一個樓盤的時候 可能不止一個單位 可能去A B C D E 有五個單位 你不會一次過可以記住 每個單位的時候 你都可以自己記住 看它的方向是什麼 加深自己的記憶 當然也可以看看 它有沒有贈送面積 因為其實國內很多樓盤 都會有贈送面積 這個都很重要 也要看看 將來前面的環境 會不會再建一些高樓大廈 會不會遮擋你的外觀 這個也要了解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要看這個交樓標準 因為樓盤來說 其實它會有些示範單位 會擺好一些傢俬電器 很漂亮的 它也會有些是交樓標準的示範單位 給你看 交樓標準的示範單位 其實就是到你收樓的時候 它實際上交給你 就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你會看到地板 是木板還是前磚 牆身是怎樣 廚房裏面的配套 是否三件頭都齊齊了 例如爐 廚櫃 廚櫃 抽油煙機 這些是否齊備 這個就可以在交樓標準的示範單位 就看清楚了 第五點 就是誤證義書 香港人買樓 其實最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買到難備樓 而只要這個樓盤 它有誤證義書 就絕對是可以放心 因為這個是經過政府的監管 批了誤證義書給它 你就完全可以放心 它是一個合法 合乎標準 絕對不會難備的樓盤 而誤證義書 你會記不完那麼多 其實你只要記住一個 預售許可證 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這個預售許可證 是要前面那四個證書 已經是Pass了 合格了 出光了 你才可以申請第五個 而這個誤證義書 其實在所有的樓盤裡面 它有一個公告 發展商 它必須是要貼出來 給你看 只要你一到樓盤 這誤證義書 你絕對是可以放心 總結而言 希望以上五點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第一點是要看周邊環境 第二點是看各個區域圖 第三是看沙盤 第四是看示範範圍 第五就是五證義書 希望今次的講解可以幫助到大家 下集我們都會再講解 有什麼是看樓盤 多謝 拜拜